12月7号,记者在深圳市南山区实地探访了这几间开到公安局里来的银行 这里地方不大,每个银行的办公空间只有一小个房间 而且里面也只有一到两个工作人员 但是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公安局里的银行作用显著 比如说银行,它主动作为 它把它的员工和它的资源以及手段派到反差中心来 入住反差中心 同时它自己去估议,自己去跑 从总行拿到全国查询账户,冻结账户的权限 所有的通过它这个接口就可以快速的查询 快速的指负,快速的冻结 利用多方力量的合作 反差中心建立起警方和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联动 在诈骗活动赈灾进行的时候 警方可以直接和银行协作多管齐下 第一时间告知被诈骗的群众在源头斩断诈骗的黑手 警方介绍这种把银行开到公安局里的工作模式属于全国首创 成为深圳反诈中心的重要一环 然而在反诈工作中 诈骗分子不断升级的诈骗手段和科技手段 也是公安机关正在面对的难题 诈骗分子掌握的海量信息令人吃惊 在清角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深圳的一个高档楼旁里面的业主资料被全部泄露 涵盖了这个业主的信息 个人家庭情况 财产 车辆 甚至是进出小区的时间 所以说这么多详实的个人业主的个人信息 轨迹信息 还有资产信息都曝光 从2015年8月至今 深圳警方已经快速冻结银行账户超过45000个 拦截被骗资金12.44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深圳警方还提出了污水池的概念 不同于以往的黑名单 污水池着重在经济生活方面 对一些可能因为小小个人利益而参与诈骗活动相关联的活动的人群 进行相应的关注 污水池这个概念是我们深圳第一次提出来 但是污水池它并不是按现行的法律 它并没有触犯刑法 它只是做了一些跟诈骗活动关联的一些行为 但是现行的法律没办法治它 比如说买卖自己的银行卡 买卖自己的电话卡 买卖自己的上网卡等等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我们的帮助